選擇籌碼強勢股超盤手 非你莫屬 大家好 我是籌碼大師李宗欣 昨天的美國股市 四大指數持續的拉回 當然第一個就是 重量級的財報 有些出來了 有些還沒出來 但出來並不是很 表現得很理想 所以財報出來 不理想了股價重挫 財報出來還不錯 股價也沒大漲 當然最關鍵的是 台北時間今天晚上凌晨2點 FOMC會議的 到底是升三碼還是四碼 當然目前市場的共識 大概就是三碼 本來最鷹派的都說 不可以升四碼 升三碼就夠了 所以看起來 是升三碼跑不掉 升三碼我們昨天擔心 如果美國沒有拉回 升三碼低檔賭會升三碼的人 在這裡之前感覺先閃 如果美股沒有拉回 反而今天晚上 美股搞不好利多出境 盤中升三碼衝上去之後 尾盤擊殺下來 這是我昨天在節目說的 那我們希望是在這個事件公布之前 股市就回來 美股也回來 台北股市也回來 為什麼回來 大部分低檔有買到人 不想賭晚上 不想賭今天晚上 免得萬一今天晚上下來 明天要賣到低檔 所以先閃 先跑 低檔買到的或沒有信心高檔套牢的 反彈 等於說賠比較少一點 好啦先閃 免得萬一又掉下來又痛苦 又要痛苦一段時間 所以這兩天我們看到 台北股市 對不對 在高檔震盪之後 高檔震盪之後 下來 可今天怎麼變一根紅棒 還真的蠻有趣的 那我們來看看今天的走勢 我們看上面的圖 洪天磊的 今天 早盤開平一路走低 其實這段時間 美股的電子盤已經上漲 不是因為美股電子盤上漲 所以才拉尾盤拉這一段 早盤美股電子盤就漲了 不是繼續跌 那這段跌什麼 這段跌沒有信心 看到美股連續拉回來 即使電子盤上去 先跑了 電子盤又買到先跑了 醒來照 免得晚上出現什麼太大的變化 所以今天早盤當然來減碼 那減下去之後 剛各位看到到10點半過後 應該是有特定的資金在互盤 再殺下去也不行了 所以往上走之後 全資股把指數帶上來 一些本來下跌的中小型股票 人氣又回來了 雖然今天的成家量只有180億 1800億 抱歉 可是早盤跌了89點 收盤今天收最高 漲了110幾點 高低點差了200點 這個可有趣 本來殺下來我希望他能回撤這裡 沒有撤到 又上來了 那這上來是不是好事 好事 他守在十字均線之後又轉強 這條是十字均線對不對 這裡有站上之後跌破 這裡是關鍵 十字均線不要跌破 盤中跌破之後 尾盤要收上來 而且收來相對高 有一個重點 其實這兩天是我認為是 即將的買點 為什麼 我昨天大事要話說的 月線即將泛陽 月線就是二十字均線 那禮拜五月線要扣底的低檔區 月線要止跌助漲 那如果升息三馬 美股拉回了 禮拜四早盤 明天早盤會是最好的上車機會 看起來 今天的早盤已經變成最好的上車機會 因為今天已經是拉起來了 即使晚上美股撞錯 大概也不太容易跌破 明天台北股市 要再跌破今天的低點不太容易了 因為今天的收盤距離低點 已經超過兩百點了 所以拉回來找買點 那為什麼二十字均線這麼重要 其實二十字均線好久沒翻陽了 這是我昨天的大事業話 昨天二十字均線扣底在這裡 這裡扣底值 但是要跟這裡算 要跟扣底的前一天算 扣底是什麼意思 就是從這裡數來第二十天 從昨天這裡數來第二十天在這一根 那其實扣底的意思 扣底是這裡沒錯二十 但是二十天在這裡 二十均線二十MM 可是昨天的收盤是要跟二十天 扣底二十一天前要跟這一天比 所以來 這今天 今天扣底就往前面一根了 今天扣底在這裡 所以今天的指數是要跟這裡比 所以你不要說 老師今天跟這裡比的話 你以為跟扣底值來比 可是二十字均線還是往下 今天其實已經比這裡高了 後天之後還有一大段時間 都要跟這個低檔區 小W底這裡來比 所以未來大概十幾天 這個月線都會往上揚 未來十幾天 因為要扣底這裡 這個低檔區 月線會翻揚助長 即使明天重挫 月線都要翻揚 跌九十五點以內 月線都翻揚 那後天呢 後天大概跌三百點之內的話 月線都還翻揚 因為準備扣底力黨去了 所以 按理說明天後天是很好的買點 明天 可是今天 拉了這麼長一根紅黑棒 看起來明天低點也不多了 即使美股今天晚上要回檔 今天美股店還不上來嗎 公布生息三馬 搞不好衝上去之後拉回 拉回來 即使明天台股開低 你還是要找買點 還是要找買點 不過操作上 這兩天一直跟投資朋友分享 就是買對要抱住 買錯要捨得 這是人性不容易做到 買對常常抱不住 買錯多數都捨不得對不對 那要成為贏家怎麼辦 按照機率操作 所以我常在節目裡面說 你如果你沒有一套 自己的方法的話 要不要把致富贏家 決策系統帶回去 就像我在你身邊 你自己的股票打出來看看 到底箭頭往上還是往下就好了 就那麼簡單 箭頭我相信 不只你看得懂 你的孩子 你的孫子可能都看得懂 這個箭頭往上就是往上 箭頭往下就是往下掉 就那麼簡單 把很複雜的運算 很複雜的工作 用最簡單的訊號反映出來 對不對 那這兩天不是跟各位說 有的股票創新高不要追 那就像當時我們買了耿頂 對不對 五月份 當時我們代表說是耿頂 耿頂我賣了哪 你賣在這裡 賣在這裡 賣在這一天 我在節目裡面也說到 老朋友都知道 我賣的時候還沒漲停 就售盤漲停 我當時有預告他高漲背離了 我要賣了 創新高指標背離 所以我當天創新高 漲半支我就賣掉了 就全部獲利了結了 隔天就變這樣就下來了 對不對 那這兩天有什麼股票 漲得跟當時的耿頂一樣呢 也就是這一波的滑心光 一樣對不對 低檔買到這裡 我說滑心光這裡要賣了 這裡不要再追高了 當天收漲停板 我說不要再追高了 隔天就變這樣了 是不是跟耿頂一模一樣 技術指標是不是高檔背離 你看到技術指標 KD黃金交叉 你追進去 剛好吃一根藏黑棒 老實這個指標還真選 對 可能很多指標的應用 是你想像不到的 其實這就是三十年的經驗 很多的大戶都是這樣做的 盤整盤整盤整 高檔盤整對不對 我就找一個機會 拉一根漲停板 KD終於黃金交叉對不對 但是你一定沒注意到的 就是指標背離 所以大戶 拉一個黃金交叉 隔天可以很衝容的出掉 因為散戶看到 終於KD黃金交叉了 不是說黃金交叉是買點嗎 台灣軍剛好被修理 百元也是 來 從這裡跟各位追蹤 爆大量藏黑對不對 一路噴 一路噴 百元也是這一波 真的是超級強的股票 這裡還不用賣 買在這裡這裡還不用賣 你想說老是賺三十幾%沒出限子 這樣賺二十%要不要出 不用出 你看 這裡在哪裡 這裡在這裡 結果漲了九十% 好來 五十一塊半漲九十八 二十五號就前天我預告 他創新高會背離 創新高會背離對不對 昨天真的創新高了 是背離 KD是不是勾起來了 你看到KD勾起來 你今天才決定要追嗎 這昨天喔 昨天KD是不是終於黃金交叉 那你看到KD黃金交叉 你今天要去追嗎 今天追進去就藏黑了 老師書上不是說 KD黃金交叉買劑嗎 你買買看 買買看啦 就變這樣子了 是不是跟華信光一樣 我是不是預告 是不是節目裡面預告 蠻有趣的 老師那KD到底能用嗎 我告訴各位 其實KD指標它是只有一個面向 在股市操作 你必須要面面俱到 而我們致富贏家決策性的 哪裡只是參考KD指標 對不對 看到KD指標如果能賺大錢的話 那發明KD指標的 我也不要告訴你了 對不對 他為什麼要發明一個KD指標 再告訴大家KD指標的應用 不用 我自己藏起來就好了不是嗎 所以每個指標 都有每個指標的運用的限制 和它最擅長的地方 不是所有的指標都可以用 不是這麼簡單 一當股票要漲 絕對不是這麼簡單 KD黃金交叉就可以買 你自己把自己的股票打打看 下面放KD指標 真的每次都準嗎 能50 50就差不多了 說那50 50不跟色飛鏢 拆黑白一樣 比大小一樣嗎 對 所以不是這麼容易 你必須好多指標 中和研判 而且不只是指標 指標只是價位的顯現 還有量 還有籌碼 把這些中和研判之後 我們的訊號才能增加它的可靠性 對不對 和成功率不是嗎 這些觀念像剛才提醒大家 昨天 前天提醒大家 哎呦 華星光不要追 百言創新高不要追 因為指標背離 KD的黃金交叉 是大戶拉起來騙散戶的 對不對 是不是黃金交叉 隔天就變長黑 這兩天大盤有重挫嗎 也沒有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這就是大戶的動作 我洞系了大戶重挫 我才能創造這個軟體 了解沒有 來 我幫各位打造了一個 專業操盤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邊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邊是LINE8的QR Code 趕快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那怎麼樣看到大事業化 很簡單 你就加入籌碼大師的LINE8 然後點擊你手機右上角的記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 像昨天PO的K線圖 Code的對不對 Code值怎麼計算 還有我的大事業化 我們的籌碼表格 還有我們每天的節目 如果你沒辦法準時兩點收看 那就是看手機或看平板 好 看電腦也可以 那最近大盤從低檔上來 7月12號最恐慌的低點 見到晚上國安基金開會 對不對 要護盤 它其實也不用護大盤就上來了 好 很多股票不是在這裡建低點 是在這裡 另外20幾號就建低點 當時的元宇宙就是啊 所以我說要用系統 你一定要懂得善用它 這系統怎麼用 哎呀老師這麼複雜的這裡 這麼多 我說很簡單點這個就好 這是你做功課要用的 這是我們在用的 你喜歡做功課想要進階 你慢慢做功課也OK 但是速成班在這裡啦 馬上用馬上上手馬上賺錢在這裡 指標在這裡 就短線指標嘛對不對 6月24號 就從這裡找出來啊 太小了我把它放大了 就這裡啊 所以當時我們找到了建達威盛啊 陽明光會這裡找到了嗎 對不對 多貢獻很低啊 跌很深的股票 低檔出現訊號了 來 建達在這裡 6月24號 建達 建達來來來來 漲了六成 平常希望出來有沒有 到今天 阿妹 好 它的支撐線像樓梯一樣有沒有 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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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跑到這裡來了 來到今天最低的位置 好 那萬一明天破呢 明天破你買來這裡 出掉還是大賺的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我說 要成為一個贏家 你一定要 賺大條的賠小條的 老師我可不可以賺大條的 不要賠啊 不可能 巴菲特都會賠啊對不對 不是嗎 股神都會賠了 何況一般人呢 所以操作上 你一定要有一套 你自己的方法 所謂的方法就是 該進的時候進 該出的時候出 而不要三心兩意 常常是 不該出的時候出了 有 什麼叫不該出 哇 才剛剛買了 賺錢了呢 短線當中出掉好了 昨天才買了 今天賺錢了 好高興了 有賺錢了 結果發現 糟了 出完之後買不回來 你有這種經驗嗎 有沒有 好 錯過好的賣點 或者是錯過好的買點 其實在操作上 是令人痛苦的 所以 你一定要有一套方法 例如說威盛 威盛到今天 這兩天 這兩天 原理說噴成這樣 太有平常心話 也是沒有啊 那陽明光咧 來 從這裡出現訊號 陽明光也是 6月24號有訊號對不對 6月24號 好 昨天我不是說 平常訊號出來了嗎 你買在這裡出來 這裡也是大賺啊 還是獲利35%以上 來這裡 老師他今天反彈上 反彈上來好啊 反彈上來不是給你出的嗎 對不對 准利外資大買 所以今天反彈上來 剛好在這個 小M頭的 頸線壓力區 這個 這裡的低點是91塊6嘛 所以反彈起來 我建議91塊6附近就散了 今天會員說 老師我昨天沒跑 今天沒跑啊 今天跑啊 反彈到黑胖的一半 不是剛好嗎 又到壓力區 好 老師他萬一 等一下漲上來 萬一他又出現訊號 什麼 萬一出現訊號再來 目前是他出現 做空的訊號 反彈就減碼又對了 所以 個股的走勢 往往不太一樣 陽明光也是光學的 也是元宇宙的 有的股票 元宇宙的威盛就很強 紅茶店也OK 對不對 那陽明光就不行了 仙境光呢 仙境光就沒事 來 仙境光還幾乎要創新高了 也是這裡順訊號的 對不對 有沒有 7月8號 它比較晚 大盤是7月12號 建到最低點 來 仙境光 這裡啊 來 這裡的量比這裡大對不對 那這裡會不會過 過啦 有沒有過 過了 量變更大 這裡過了 是不是 好 19號 22號 25號還創新高 昨天黑了 今天呢 今天差點創新高了 所以 在這裡買進去 到現在來不用出 它的支撐線已經跑到這裡來了 是不是 跑到這裡來了 所以 萬一未來如果跌破 你還是大賺啊 這就是方法啊 這就是方法 譬如說在最近 我們低檔跟各位找到了 也發給會員的 加征 哪一天 這天啊 7月14號 在這裡嘛 這裡對不對 我把它放在這裡啊 靈通啊 加征在這裡找到了 靈通加征是不是 這裡啊 加征有沒有看到 發給會員啊 靈通在這裡啊 當天 我這第一 底部第一根一定可以追啦 我們當天現買現掌停嘛 底部第一根嘛 跌得這麼慘啊 對不對 有沒有很慘 有啊 所以有系統很簡單嘛 這裡都不要買了 又沒有訊號 都往下的訊號呢 老師我不做空好了 不喜歡做空你就不要空嘛 沒關係 你要等做多嘛 等啊 等等等 等到這裡做多就好了 是不是 有沒有 這7月14號嘛 來 7月20號 對不對 對不對 都快來季線囉 那 昨天守穩 回測十字軍線 今天收紅 那可能未來還是有挑戰 季線的機會 因為這裡的量 也比這裡大 他必須把這個地方換手掉 那 先進光 這裡量很大 所以這裡一下就換掉了 還有哪一檔 你剛剛看加征嗎 這裡量也不小喔 這裡量比這裡大喔 比這裡大對不對 來 同樣7月14號 前天我還說 欸 季線快來囉 要過囉 今天掌停板過了咧 你喜不希望家人買來這裡啊 還是你要這個地方 一直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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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等最好的出手時機 對不對 等嘛 有時候等待也是一種操作不是嗎 老師的訊號等好久都沒訊號 等到有訊號就不一樣了 所以有些時候你還是要等待 因為 各股的高低點 各股的走勢 跟大盤不一定完全同步 你現在呢 現在應該很清楚 大部分都不一樣 除了台積電 這些全子股 可能跟大盤比較同步之外 其他大部分都不同步啦 你看容科 也是跌跌跌跌跌 跌慘了 這裡買的吧 對不對 當天也是現買現掌停嘛 好 這兩天老師他沒有動耶 我買了這裡啊 我們不是借線付錢出了 沒有買回來了嗎 對不對 第二趟買回來 現在還在我們成本之下 但是呢 第一趟在這裡嘛 第二趟賣了之後買回來嘛 對不對 還有哪個低檔 核大啊 核大的低檔也很厲害啊 是不是 這裡量大不大啊 這麼大的量 那這裡會不會過 會不會過 會不會過 就過啦 是不是過了 就過啦 那你心不想買到這裡 所以很簡單 我常說啦 要成為贏家 要有方法 如果沒有方法 你看核大 已經跑到這裡上面來了 買到這裡是不是很開心呢 冥望時更猛 來 從這裡 爆炸的黑K 好 中間不看了 來 這個 又一個爆炸的黑K 他又過了 來 20號 21號40幾趴了對不對 好 來 25號前天 要不要賣 不用啊 你看 今天他工漲停板 今天漲停板 所以 這些股票 都是在節目裡面 持續跟各位追蹤 各位都看到了 不管是超強股票 例如說明望時 不管是低檔底部 爆量的股票 我們都有辦法 幫各位抓到 最正確 最剛好的起障點 所以要成為一個贏家 很簡單 鎖定籌碼大師的節目 如果你沒辦法準時兩點 收看我們的節目的話 很簡單 訂閱籌碼大師YouTube官方頻道 最新的市場資訊 讓各位戰無不勝 記得 看節目的時候 按讚訂閱點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先進廣告 下就段回來 歡迎再回到籌碼大師 上個就段跟大家分享 其實昨天的大師 的話也跟大家說到 最晚禮拜五月線 也就是20均線會 止跌翻揚助長 今天大盤 蠻特殊的 現在收了一個超長的 下影線 而且一根紅K棒 高低點大概 已經差了200多點 既然這根拉起來 可能明天 不要等到禮拜五 明天月線就翻揚了 即使晚上美股 是短線利益 利益多出鏡 也許美股是開高走低 明天的低點 大概也不見得 會比今天低點低了 看來 比較好的買點 大概今天也被買上去了 所以 這一波我相信 還有非常非常多的投資 保守觀望 在場外看 老師那股票好厲害 拍拍手 低檔你也可以買到 長那麼兇的 哇 對不對 然後呢 盤整形態突破的 4432 明光是你可以買到這種股票 這麼厲害的 低檔也有辦法 盤整形態突破的也有辦法 對 那這些訊號怎麼來的 這樣來的 不是KD交叉 也不是什麼軍線交叉 絕對不是 沒有那麼簡單 他是透過量價籌碼 支持量轉攻擊量 一定要有這個動作 然後軍線多頭型態 型態的突破 然後籌碼 各種比重 然後來打分數 才出現的訊號 所以你看到了 盤整形態突破了 華星光 3205百言 然後4432 什麼 明望 明望史 哇這麼強 那低檔呢 低檔今天3680 江東不直接漲停 對不對 所以這些股票怎麼選出來的 量價籌碼 所以 來 跟著大師決策訊號 你可以很輕鬆 真的 操作輕輕鬆鬆 看訊號就好了 例如說這檔 左邊沒人 反正昨天大買 今天紅棒一半都吃掉了 那這個拉回來 不是找買點 這檔股票 還要等各位 不要等到過兩天 他們沒事 才進來追價 來 好了買點 幫你掌握 你只有兩個選擇 可以看盤的投資人 你就安裝自負贏家操盤系統 如果是上班族 退休族 你不能盯盤的呢 盤中即時訊息帶到 好股票拉回有好買點 第一時間再給我進場 好朋友 拿起電話 立即拨打自負專線 成為自負贏家 我們明天見 明天見 明天見